腰大肌治疗后腰还是痛 怎么办 下面有个问题 请问陈老师 病人翻身腰大肌腹筋痛 没有痛点 涉及到哪几块肌肉 怎么翻身 是从卧位到腹卧位 还是腹卧位到侧卧位 怎么翻身 他都没有说 他都没有说 把摄像头打开对话 那个就是病人是这样 是平躺位的话 他侧卧体身的时候 他这会儿腰痛 就在腰大肌腹筋 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涉及到哪几块肌肉 通常会涉及到哪几块肌肉 腰痛 侧卧翻的时候就痛 对 腰大肌腹筋 你指的是哪个部位 是肚子这边 是腰大肌腹筋 他自己说穿完去哪个痛 问他指哪块 他指出来 你到底是腰痛 还是腰大肌腹筋痛 你具体痛的部位在哪 他痛的部位在哪 你告诉我 我查点的时候 我查的是那个就是小钻子和那个卡腰肌痛 我查的是这样的痛 完了我给他松解了那个卡腰肌和那个小钻子 松解完了之后 他说再找压痛点呢 就是腰大肌哪还有疼痛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还存在很大的 现在有个问题呢 你没说清楚 是病人主术疼痛部位 还是压痛早 到底部位 这是两个 病人主术疼痛是 他早上起来翻身的时候会痛 哪里痛 腰痛 腰痛 但是没有具体的痛点 具体的位置 他自己说不出来 行 那就是腰痛吧 对 一片吧 左侧右侧一侧 对不对 对就一侧腰痛 这显然就是一个腰大肌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你的诊断呢 也是正确的 就是你做了小钻子 做了腰大肌 你也找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压痛点 就是高张应力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动筋点 你找到了也处理了 处理完了呢 发生啥了呢 见没见好呢 他腰痛 好 见好 但没有完全好 我说下一次 对啊 那就说明见好 首先说你这个治疗有效 那就说明诊断正确 治疗也正确 但是美好 分明上治疗的强度力度不够 或者呢 没有更准确的解除它的最主要的点 下次还得治 就是我的问题是就是 除了我们这个肌肉 还是否涉及到其他的肌肉 我觉得你本身这个肌肉 你没处理完呢 是不是涉及其他肌肉 你把这块肌肉的问题解决了 如果你整个的卡腰肌全没有压痛了 全软了 你查的直腿后身呢 还是说这个就是腰后身呢 都没有问题障碍了 任何都不疼了 但是呢 你这个腰大肌的点 首先你要告诉我 你处理掉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 完了之后 他腰还痛 那这个时候 你再查其他肌肉 你本身 咱们确认腰大肌有病 但是呢 我没有完全解决 那你还谈啥其他肌肉呢 你把这个先 这个活先干了 咱一样一样 说好不好 这就说生命啥呢 咱们这个 你做的是完全正确 只是说呢 做的这个 可能不够 还需要继续做 也可能这一次治疗呢 你没有完全解决 那你就是说 下一次咱再接着做 再接着找 直到把腰大肌 清理干净了 你看他还痛不痛了 你先不要考虑其他肌肉 你找到一块 就是一块 把这块解决完了 你再考虑其他 如果他不痛了 那不就正常了吗 你就不用那个纠结了 那你就找对了 我建议呢 这个你这样子 你像这种病例呢 你既然你说 你做完了 他还痛 你有两个选择 你说的 要不我再给你补几针 扎的我再给你做 你要有时间 你愿意的话 如果不愿意 今天就这样了 反正也建好了 那你下次再来 我再帮你查 那就完了呗 这很正常啊 你这做的完全正确啊 只是说不要想的太多 诊断也正确 治疗也正确 那你还不要纠结 就继续治就好 好 谢谢 谢谢军老师 谢谢